这里有个车友啊,想重新改装一下车,看啊 这怎么回事 等了两个大师来给他参考一下 哇,正常 然后这个板嘛,还可以加宽的吗 可以双人床嘛 然后我想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铸开 嗯 前面是落下的,然后后面想 搞一个固定的 把这个铸开,然后前面是活的 后面是死的 直接把它钉上 哦 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放一些东西啥的 那你这个柜子开不了了吗 怎么开不了呢 你这里要加一根条 知道吧 拉上去以后 固定是这样的 然后我想把这个铸开嘛 对呀 这个是死的,然后那边是活的 对呀,可以的呀 就想这么简单一弄的 重船我还没见过的这个车 我们都是横船 横船我睡不开啊 你有三名啊 不是,我这个横船我睡不开的 它在一米七多 哦 我现在这个竖刷的有将近两米一米九多 你竖刷有两米吗 现在这个这个是没有用处的 电磁炉 电磁炉 写龙头以后 记住了改车 不要搞这个 没什么用处 这些都是鸡类 没什么用 你说用吧 还费电 再用不上 说实话 再用不上 嗯 然后我想把这个 搞开 那边是活的 这边是死的 什么事 可以的 然后这边放东西 放那个啥也好 把这个床统一往前调 中间带一个 做个隔断 放的东西不挺好 下面也是大床 跟你一样 如果说 我一直想买那个 抽辣的 抽辣的没有 这是好大的储物箱 对啊 你这上面和下面一样草 一样的 对一样的 下面就是做储物箱了 对 我一绑到这个前油 然后我就 其他就简单一弄就行 后面找个挡板东西 把下面倒进去 他这个设计挺好的 这么床 双人床 双人大床 然后就把这个 对 一放倒 对 这里一拼接过来 对 对的 主要是你 你现在还想要他增加些什么功能 或者是 我现在只需要把这个 反而鞠一下 然后那边是活的 那边是跟现在一样活的 对这个是死的就行了 嗯 现在只需要 因为这样一弄 前面进步 过道不行了对吧 我现在把一个 搞个板子 把一挡 后面放东西啥都行吗 你想做隔断 开前后隔开 你那个 还用吗那个小水那个东西 我可以不用 我都能 点入没有 说实话 我平常我都不喝热水 我就喝两水和常温水 这改了多少钱 当时改了大概 五六万吧 五六万 改成这 18年的 那个时候跟现在能一样吗 对吧 下面是这一花气 水箱呢 水箱 在下面我都没用 100升我没用啊 那你这个是什么水 柴油 你还要柴暖 柴暖吗 我现在只想把那个锯开 然后把这个把这个过程固定的 板都不用换 把这个搞成固定的 然后那个边是 一个一个啥就行了 这个老不老你 老不家 正常睡觉俩 两人没问题啊 打架呢 打架 哈哈哈 你说这黑话是吧 伸一眼口气呢 没关系啊 这边太不够可断 你把这个 这个啥 不够可断 后边放个 放个别的东西 放啥 方便 等于是床往前移 后面放它 像我那样后面放东西 然后在后面做饭方便 对 放一半就行 你这把这儿锯了嘛 你锯到哪 然后 两尺寸 对 到这个位置 对 你这后边让它偷点风 不是 后面就是放什么冰箱啊 微波炉啊 对啊 你可以把这个固定过来 放后面来 放在后面就行了 那个厨 厨房和这个分开了嘛 不沾油烟 这是最好的办法 这边香 那个拨个抽拉的给你这个抽拉的出来 对方便 你可以买个磨盒 放到这里 拉出来 现在买个成品是吧 也有 但是要看 现在这不好做了 这里的话你放一个箱子买那个重型滑轨 两根长的重型滑轨 你拉出来 可以抽到这里来 对对我就想要这个 那个 除箱子啊 你可以自己装吗 根据你自己要摆些什么东西 或者锅碗瓢盆 然后 自己设计那个规格大小 然后叫那个 摩柴厂 做家具的地方你去 买买板子 他给你下料吗 因为前面我有时候放咖啡机上 这边后边我想弄的别东西 冰箱上我更多 很多都用不上知道吧 现在是那个电磁楼 一点都 一点用都没有 然后现在收水的其实对我说一点都没有 我不喝点水 我就喝凉水和常温水 没用的东西尽量把它尽解 对呀 冰箱我现在都不想用了 没有 冰箱还是有用的 我都拔了你看 那边啥没有空 你不做饭哦 我是一个人很少剥饭 你跟他一样剥饭吗 我们也一个人 有蒸在麦条上 有蒸在麦条 对吧 小菜 到个地方吃的小吃 又说的事吗 你自己喝饭老爸忘了吧 除非人多一下 厨房设备一套 看可以 不然没什么意义 没什么用 我开我的车的时候 我进一个那个 十二叔的定番锅 就可以用了 这样 定番锅也用 然后我就想把这个 找个 这种做那个啥那个 木材厂里面的给你搞了 就把这个 搞开 对啊 直接到那里给你裁 裁好 你尺寸 你可以车开过去 他给你量尺寸 这个通道你可以用 可以不用 分开吗 两段式 去找个木工 他虽然叫木工 但是他不是真木工 我是打光菜的 比那个使用多 就这么定了 就按这个方案 这么帅没有女朋友 没有没有 是你不想找 还是你不喜欢你的 现在是男男还是真爱 男男 那你去找个男的呀 我也有这个好奇心 你是准备卖咖啡 我一直卖过了 一直在卖 一直卖咖啡 你店够用吗 我一直卖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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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店够用吗 够用吗 我一共就三度店 三度店够买咖啡啊 我一天卖六七百块钱 三度店六七百块钱你都够买 我十五度店我都怕不够用 你也是边走边卖咖啡 你这四面全是柜子 对都是柜子 它是改装常改的 个人也改不出这个效果的 这放东西挺多的 对 放老多东西 前面 前面都放的衣服 这是大规则 这个是小规则 从什么时候开始卖咖啡的 我家里出来带着 然后在那边卖过几天 不咋好 然后换了到福建 福建有个 有一个观景长浪 海边观景长浪 那个地方好 一天卖七八个 每天都是七八个 很正常 它卖的贵 在那边卖的19的 19的25 那还行 那你这出来自驾游多长时间都不丑了 那 赚钱 因为我这个拍视频 不咋会拍 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 这个啥 也懒得搞那些东西 太费精力 我搞不来 那我说不如干这十起 卖就卖的 不卖就走人 下一站 然后慢慢就走到大里了 看一下在前面 在前面就是这样的 很好 里面还能站起来 把这个座椅往前一放 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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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